来看看活动的预告 台中式娇小乐团从2003年成立以来 是长期致力于推广艺文发展 不仅演出是深受肯定 对音乐教育的推广更是不以余地 而今年的定期音乐会 是以古典遇上Tango为主题 邀请到了美女小提琴家王欣平 等都会的青年演奏家来携手合作 将典雅俊勇的古典音乐 跟热情奔放的Tango舞曲来做结合 展现音乐的多元风貌 典雅俊勇的古典音乐 与热情奔放的Tango舞曲 若是结合在一起将是怎样的风貌 台中式娇小乐团今年的定期音乐会 以古典遇上Tango为主题 邀请美女小提琴家王欣平 等多位青年演奏家 携手合作演出 最主要这次的台中音乐新兴的活动 我觉得很开心的是 给这些青年演奏家们一些机会 所以刚刚你问的有几位美女 其实上可以跟大家讲 通通都是美女 在十几个左右 当然我们推出的就是有 王欣平小提琴音乐家 这是一个小提琴的solo 就是他独奏 乐团帮他伴奏 表演曲目选用西方古典音乐中最快智人口的作品 意大利巴洛克作曲家维瓦蒂 世纪中的春夏小提琴协奏曲 加上阿根廷Tango之父的经典曲目 将典雅俊勇的古典音乐与热情奔放的Tango舞曲 做结合展现音乐多元风貌 十二号这一天 我们的演奏主题主要就是 古典遇上Tango 所谓的古典遇上Tango 为什么会取这个名字呢 因为我们的古典 我们是选自巴洛克维瓦蒂的音乐 我们会演奏巴洛克维瓦蒂的春和夏 然后下半场是Tango 所以我们这次是演奏Piezola的曲目 会有女人香 然后Liber Tango 一些非常注重低音 还有贝斯的乐器 会非常有律动感 就像你的血液 还有脉搏跳动的声音 音乐会将在11月12号晚间 在台中中山堂进行售票演出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 一起到场感受古典与Tango 激荡出的音乐火花 记者杨春环台中采访报导